黄小楼最近在女人我最大节目中透露2021年是结婚之后最黑暗的一年 原因可能是胃溃疡复发以及和轻微忧郁症有关 她表示2021年下半年胃溃疡复发 当时她不管做什么事都无法感到开心 而且发现自己会忽然进入待机状态 感觉像是突然灵魂出窍 本来以为只是单纯发呆应该没事 这一后才发现自己严重到需要吃药控制 节目主持人蓝星梅则透露 她当时观察黄小楼好几个月 总觉得对方不对劲 后来她约对方吃饭以轻松聊天的方式 聆听黄小楼分享工作和家庭所事 黄小楼坦言当时自己很敏感 如果有人问她怎么了 她会马上说没问题 一直到和老公及蓝星梅聊天 听从对方的建议病情才逐渐好转 她以过来人的经验提醒忧郁症患者 一定要找人聊天 才能让病情慢慢痊愈